你不认识 刚才的情况 你们也知道了 月明啊 我不允许你 再跟施济周 有任何的来往 希望你们兄弟俩 一条心 帮助朗里春 渡过这个难关 月轩哪 生意上的事情 你比月明熟 要多提点她 月明啊 你是大哥 要有大哥的风度 爹您放心吧 我凡事呢 会向月轩多请教 多向她学习的 爹 我觉得朗里春现在 应该放弃品牌 回笼资金 找一些代工的小工房 来做工 这样一来呢 可以做最后一搏 要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是太被动了 不行 我们朗里春 卖的是信誉 要是找一些小作坊 我们就无法严格监督 如果出了问题 虽然跟我们无关 但是我们不可以 坑害捧场的百姓 是 爹 您说得有道理 是我欠缺考虑的 看到你们这样 我就放心了 遇事多商量 我到了那边 要是忙得脱不开身的话 我会让全叔 跟你们联系的 爹 您放心 您不在家的日子里面 我和月轩 会好好努力的 月轩 海棠娘的事 别太在意了 人死不能复生 让海棠解爱吧 好 好了 不用送了 朗里春的事情 我跟他们兄弟俩 已经交代好了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老爷放心 静晴 要听话 妙兰 好好照顾你娘 是 爹 走了 你给我听清楚了 没有我的指示 谁都不准轻举妄动 好 袁明啊 这阵子可要忙坏你啊 您是故意让我爹离开的吧 这样不好吗 省得他在 让你爱手爱脚的 等他回来之后 朗里春的一切步入正轨 到时候你用事实证明给他看 你这么做是对的 那你打算让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就得看你了 看我 朗里春早一天把控在你的手里 你爹就能够早一天回来 你不用担心 我相信 你完全有这个能力掌控朗里春 月明啊 嗯 月明 趁你爹不在啊 你可要豁出去干 否则你怎么超越朗月轩呢 嗯 太太 太太 外面来了警察 他们 谁叫朗月轩 我是朗月轩 怎么了 有人指认你纵火 你需要跟我们一起回去调查 你说什么 搞错了吧 你们有什么证据 凭什么抓人 是啊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 进门就抓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有人指证是朗月轩 朗月轩就是你 没错吧 我想问一下 谁说我纵火呀 带走 走 不行 不要妨碍公务 走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月轩 哥 月明 明 快去找朗月 快啊 我知道了 是他们 是他 没错 说说 什么情况 昨天晚上我出门撒尿 看到这个人翻墙进了院子 没过多久我就着起来了 深更半夜的 你怎么确认就是他 我眼神现来好 而且当时月亮很亮 我看到他一直在死者家边上转悠 而且招呼以后还刺害捉贼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放屁 老范你到底谁看来的 小心点别动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带走 老范 走 老范你胡说什么呀 我帮你办的事还算明白吧 明明白白 你说也巧了 正好叫朗月轩碰个正着 该着是他呀 老天爷要帮你啊 运起来了 谁也挡不住啊 不过我得问你一句话呀 你跟月轩 毕竟从小一块长大的 你这么干 该不会以后又会反悔吧 不会 这就对了 做大事得狠下心来 可是说 你觉得 月轩他会不会死啊 你想他死吗 月明啊 我之所以愿意帮你啊 那是因为在我心里头 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啊 我始终不愿意把它说出来 但我现在 必须要老实地告诉你 说 您说 朗月轩 并不是你爹的养子 他是你爹跟个丫鬟生的孩子 他同样也流着你们朗家的血液 现在你应该能够知道 为什么你爹处处护着他了吧 这怎么可能啊 这些事情连你娘都不知道 他骗你娘说 那个孩子是捡来的 而那个孩子的娘 最后却成为了我的女人呢 负煜 骗子 zweas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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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不想骗你 其实我怀了朗思年的孩子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我 我怀了朗思年的孩子 你 坏了朗思年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嫁给我 我求求你放我走吧 朗嫁给我的钱我分文不要 我全都留给你好不好 你给我闭嘴 你 朗思年的孩子 我接着朗家穿过的一双破鞋 还戴着一个脱油瓶 最可悲的是那个女人的心 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 她一直跟着朗思年 偷偷地背着我 不断地约会 这些事情千真万确 我不可能拿着我的丑事 来编个谎言吧 告诉你这些 就是要让你知道 朗里春最后由谁来做主 现在还说不清楚呢 叔 那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挽回败局呢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这么被动 就按照咱们的合作方式继续下去 只要你能够把朗里春给他盘活了 那你的地位就自然稳固了 到了那个时候 不但能够替代了朗月轩 还能够把顾海棠给抢回手啊 可别跟我一样啊 自己心爱的女人 最后却落在了别人手上 叔 您说得有道理 不过月明啊 我虽然愿意这样做 但我不能白帮你 我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共赢 咱们生意人 利益就得先摆在眼前 只要你替代了你爹跟朗月轩 咱们就可以一起创造奇迹 这个我明白 叔 燕敏啊 我欣赏你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哪 虽然你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却磨练了你的意志 我看好你 相信你一定能帮朗里春 发扬光大 朗月轩的命 也许能够保得住 但他跟顾海棠 就不会再有结果了 我真是不明白啊 天底下的女人那么多 为什么你就那么偏偏 在一个顾海棠呢 我只是想把朗月轩 从我手中抢走的东西 给抢回来 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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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 你受苦了 我没事 放心吧 走吧 对了 老范呢 你找老范干吗 老范死了 死了 怎么死啊 好像是心脏病老范病了 怎么了 月轩 这下麻烦了 娘 娘 娘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走开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我女儿穿上这身嫁妆 真是没齐了 真是没齐了 还是娘对我最好了 老月轩放出来了 嗯 她怎么还跑去放火来着呢 对呀 我也不相信月轩会是 去海棠家放火的凶手 不过指认她是凶手的那个人 已经死了 月轩现在暂时没事 可是这个黑锅她背定了 郭海棠肯定把她恨死了 是啊 是有人想让她死 要不是你啊 我才懒得管她这些破事呢 她朗月轩她就死定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什么话 她把我女儿搞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我巴不得她从死消失呢 你就这点度量 你呀 执迷不悟 不过这指认月轩是凶手的老范 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这肯定不是偶然事件 嗯 在昆阳能办成这事的 恐怕只有您了吧 你放屁 这是有人要搞死她 这朗家要垮了 昆阳要变 你也该收收心了 我们龙家也是自身难保啊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翻墙进去的 可惜我没看清楚她的脸 我当时正好闹肚子 所以赶紧去了茅房 你能确定吗 能确定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们家二小子 后来着了火 我才猜到可能是那个人纵的火 太可惜了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如果要是抓到那个纵火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要跺在她的手 好 谢谢您 您回吧 娘 月轩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娘 多亏了莫话呀 菠色保佑 吓死我了 我没事 放心吧娘 别再让娘担心了 我最近这幼颜老实跳 我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妙兰 明早我要去拜佛烧香 祈求佛祖保佑我们朗家度过难关 你记得准备点心供果啊 我知道了 月轩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你们兄弟俩 要互相帮忙 咱们朗家人 要上下一条心哪 月轩 我只希望呢 你不要把爹的话 当成是耳旁风 爹已经跟我交代了 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经过我的手 再说了 你最近惹上了一些麻烦 这外面的事 就不要掺和了 爹是这么说的吗 爹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那你觉得爹要怎么说呀 你们有完没完啊 我这刚说完朗家人 要上下一条心 现在又吵起来了 说话要注意点儿 别伤着人 娘 您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你都怪び 你不认识 是非诚 若是非诚 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害死了我娘 今天你们不给我们 一个说法 我们绝不会 身法干凶的 快 快 快看看 海棠 凶手 就是你害死了我娘 你怀我娘 凶手 海棠 海棠你误会我了 误会 什么叫误会 你知不知道 你身上背负的是 两条人命 你还记得 我爹是怎么死的吗 你在说什么 要不是你心虚 你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 海棠 夏合 这件事情呢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今天我朗月明 在天鱼伯母灵前发誓 一定会为他找出凶手报仇 如果这件事 跟我们朗家有关系的话 那我一定不会姑息 请你放心 太太 娘 太太 太太 月轩 太太 大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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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娘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为了稳定军心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这窟窿它怎么就填不上呢 大帅 眼下军心涣散 外卫势力对昆阳这块地盘 那是虎视眈眈 发不下来军饷 没人愿意为咱拼命啊 我去他娘的 爹 爹 你赶紧跟我走 去朗家 怎么了 怎么了 朗家出事了 海棠现在把牌位都放到朗家门口了 我看啊 要再这么闹下去 朗家迟早会被趁火打劫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 爹 你就帮帮忙嘛 我不是 要不你把枪给我 我自己带人去 你说你这孩子 爹 你就帮帮忙嘛 小马 在 你跟他去一趟 这孩子办事毛毛糙糙的 我不放心 去吧去吧去吧 走走走 哭快点 快快快 快点 走走走 朗家 朗家 满嘴都是朗家 去 去把他们赶走 好好好 您说的是 这再怎么说 我们朗家在昆阳城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再这么闹下去 这个民生都被闹坏了 娘 这样好不好 你给我个机会 我出去跟海棠说 行吗 你去有什么用啊 还不是火上浇油 我问你 海棠家的房子 是不是你点的 哥 怎么连你都怀疑我 不是我怀疑你 是警察局有人说 目击证人指证的就是你 那到底是不是你啊 那他们说是我就是我 你也不想想 我怎么可能去烧 海棠他们家的房子 娘 鞭炮来了 拿鞭炮干什么 他们欺人太甚 拿着牌位 堵在我们家门口 太灰气了 必须放鞭炮 把灰气赶走 你 娘 我求你 天羽阿姨尸骨为寒 您真的不能这么做啊 我求你了 娘 你说句话好不好 娘 你们真的都疯了 海棠刚失去了他娘 你们真是把他 往绝路上逼啊 行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得上这些 你还嫌这个家 不够乱世吧 现在就得这么做 我告诉你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海棠离开 夏哥 快 你 妙兰 你欺人太甚 朗清醒 你来干吗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们朗家没一个好东西 这笔账 我以后一定要跟你们算清 妻人太甚的是你们 顾海棠 我劝你赶紧离开 一身晦气 别在朗家门口扎婆 别老了 你们朗家都是胆小鬼吗 做了坏事不敢承认 找一个万人出来放鞭炮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你别不识太子 顾海棠 你三番四次地骚扰朗家 先是骗婚嫁给大少爷朗月明 之后又勾搭上了运萱少爷 几次被逐出朗家 现在为了能够讹上朗家 又将失火丧母之痛 与朗家联系在一起 顾海棠 你娘头气都没过 你就忍心带着她老人家的亡灵 出来折腾吗 你让她如何能够死得瞑目 如何能够安息 我现在不想解释任何 跟你们朗家有关的事情 我只想为我娘讨回公道 来人哪 接着给我放 谁在跟我闹 我一枪毙了她 走 走 走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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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海棠 你没事吧 把嘴闭上 多亏了你啊 莫华 真是气死我了 太太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安安心心地好好休息吧 我怎么可能放宽心呢 我早就讲过了 那个顾海棠 就是我们朗家的客信 现在一切都应验了 那个顾海棠 只要留在昆阳 我们朗家就不贪你 月明啊 月轩 你们两个给我争口气 再这么不着调 我们朗家就真的完了 娘娘放心 妙兰的命不值钱 顾海棠她要是再来闹 我就和她一命敌一命 你这是什么话呢 你们够了 处处为自己着想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情着想 口口声声说为别人 其实你们心里装不下任何人 你们太虚伪了 我不是说了吗 不要到我这儿来找我 你怎么就自己 跑到我家里来了 石老板 我早就干完了 你也不联系我 我找了你好几次 今天是迫不得已 来你们家赌你 赌我 你担心我跑了吗 那就把我应得的钱给我 该办的事我都给你办好了 这房子也烧了 人也死 一了百了 咱们之间的事情 是不是该屡屡了 我还能骗得了你吗 你放心吧 该给你的 一分都少不了你 你实在是太沉不住气了 老闻 背车 带我取钱去 石老板 咱们这是去哪儿了 你不是要钱吗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都在这儿了 这都是我的 石老板真讲心意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拿了钱之后走得远远的 再也别回到昆阳 那是自然的 我答应过你的 我一定会办到的 那就好 好 海先生 你办事情干净利落 好 按理说 我就该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让你走 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不过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啊 我也只好送你一程 希望你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不 是一路平安的 石老板 咱们就后会有期 请 回处 走 好好好 走 你把你带死我 你把你带死我 干什么 爹 打 打 打死了 爹 儿子 爹要你干什么 你都肯干吗 我 看看 拿着 打死他 爹 爹 爹 不不不 爹 我不敢啊 我不敢啊 爹 做大事的人 就得心狠手辣 打死他 我不敢 爹 我不敢 打 我让你打 你打死他 打死他 打呀 打死他呀 打死他 你这个废物 我让你打 你打不打 打不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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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爹 爹 爹 打于我 找个地方把它给埋了 做得干净一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Rolling 我打《手》 伤害也很苯 被识了 没了 娘 你一路走好 就不要惦记我和夏合了 我会照顾好她的 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爹娘报仇的 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不过夏合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咱们得好好地活下去 是我考虑不周到啊 朗家可能已经知道 你对他们有所防备了 所以就起了歹念杀人灭口 是我对不起你爹 没有尽到照顾好你们一家的责任 不过你放心吧 从今以后你们的生活 我全都包了 你们也不用再为这些事情担心 您的好意我心灵了 我已经都看清楚朗家的真面目了 这些啊 都是他们早就已经安排好的呀 我真是没想到 尘封了十多年的恩恩怨怨 在你们这一带 又要重蹈覆辙 欠下的总是要还的 是老板 送走了我娘 我就全力以赴地去赴约芙蓉高 您就放心吧 你爹的心愿要了 血海深仇要报 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娘的丧事我来操制 我一定要让她老人家 走得风风光光的 让他们朗家看清楚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啊 谢谢 我们姐弟俩 以后就无依无靠了 要多靠您照顾了 姐爱吧 以后有什么需求 尽管来找我好了 那我走了 好 那我走 还准你 叶桑 为何呢 你去哪儿 有什么好 芙蓉 你说 今儿一帮他人对我 她说的话能信吗 善有善报 善报 罢报 欠下的每一笔斋 老天爷都帮咱们记着呢 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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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爹 我不会害你的 是 爹 你是你爹 是你爹 是 爹 我爹 去那边 妙嵐 是你吗 妙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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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有没有看到一团红色的东西啊 我刚才听到外面有动静 就寻着声音出来了 娘 你是不是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 我听人家说 胭脂鬼就是穿红色衣服的 你别吓我 其实我也撞见过 那抹红色真的很吓人 娘